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要为大家播放的是 爱莲说 成文统整二 博士哥哥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柳婿妹妹啊 今天我们来统整爱莲说 全文统整第二部分好了 水路草木之花 可爱者甚烦 尽陶渊明独爱菊 自礼堂来 世人甚爱牡丹 于独爱莲之 出于你而不染 酌青年而不腰 中通外菊 不慢不知 相眼一清 亭亭静止 可远观而不可泄完烟 于为菊花之隐异者也 牡丹花之富贵者也 莲花之君子者也 以菊之爱桃后贤有文 莲之爱同于者和人 牡丹之爱 一呼众矣 好的 柳婿妹妹已经念完 爱莲说第二段课文了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 学习重点 好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这只片子的学习重点 分别是 一 内容深究二 二 写作技巧 让我们来看看 内容深究二 上支片子呢 我们已经探究过 内容一了 柳婿妹妹 你说一说 作者所要传达的精神 指引思想和逻辑思维 以及属于思考判断的 深沉理解 我们这次是着重 思考判断的深沉理解吧 柳婿妹妹 现在我们要来进行 爱莲说内容探究二哦 博学哥哥 我会以推论和比较的方式 来理解的 我就先以题目来引导你 第一题 作者于课文第一段中 说明了莲花的特质 而且呢 这些特质 与君子之德呼应 请你想一想 莲花为何具有 隐异的气质 牡丹为何具有 富贵的气质 博学哥哥 我可以去找一些 有关莲花和牡丹的资料吗 柳婿妹妹 你这方法很好啊 可以把找到的资料 当推论线索哦 解读资料后 我应该可以推论作者 将菊花批育成引译者 和牡丹批育成富贵者的原因了 我们先来看看菊花吧 这是我找到有关菊花特质的资料 首先我们来看花石 菊花呢 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秋季开花 百花凋谢后才开放 不睁眼 和豆粒 菊花的花色呢 多为黄色 跟众多 叉子烟红的花香比 花色较不鲜艳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菊花的花香 大菊花香味极淡 仿佛极力把自己隐藏起来 呃 如果和其他植物在一起的话 菊花就没有气味 它呢 是单纯的香味 那么菊花为何具有隐藝者特质呢 柳旭你说说看 呃 以下是我的归纳 从菊花的花石 花色和花香 我们可以知道菊花不与其他花 争相斗艳 而且根据菊花这三个特质 我们可以归纳出隐藝者的特质 首先 开花时间在百花凋谢后 代表隐藝者 远离熟视 再来 叫其他花不鲜艳 代表菊花不与人争 再来 花香叫清淡 代表菊花低调不显 这一再都显现出 菊花隐者风范啊 看完了菊花 接着我们来看看牡丹花吧 以下是我找到牡丹的特质 我们从花石来看 牡丹和其他花卉一样 也是在春夏盛开 一般呢 是在四到五月份的时候开花 呃 牡丹呢 花色则艳丽 最常见的颜色是红色 花开之时繁花似锦绚丽灿烂 牡丹的花香 如下 它的香气更是浓郁 有国色天香之称啊 从唐朝以来呢 世人圣爱牡丹 甚至形成潮流 白之谊的诗里提到 一重深色花 石户中人富 一重深色牡丹花价格 这样贵可抵 石户中等人家的赋税呢 由此可见 唐朝时牡丹 真的是富贵的象征啊 那牡丹为何具有富贵者的特质呢 有序妹妹你来说一说 从牡丹的花石 花形 花色和花香 我们可以知道牡丹为 国色天香之代表 也是富贵人家喜爱的花中之王 牡丹呢 通常与种花一起开 所以它是陆氏随俗 再来 它的花形大 引人注目 再来 颜色艳丽 艳冠群芳 香气又浓郁 简直就是高调诱人 这些呢 都一再显出牡丹的富贵样态啊 经过前面的线索和推论 菊花为什么批语成引译者 牡丹为什么批语成富贵者 大家和我应该都了解了 现在我们来进行下一步的内容探究吧 好 现在呢 由我来问问题 文章呢 题为爱莲说 为什么还要写其他花呢 柳旭妹妹你来跟同学试试看 好的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作者写莲花 同时又写菊和牡丹的用意 是用作陪称 菊是正称 牡丹是反称 更能凸显莲的君子品格 菊的影意来旁称莲积极入室 牡丹的富贵来反称莲的行为庄重 作者赞美莲 其实是要赞美君子这样的人 他不同流和乌 为人正直 有独立的人格 到此我们已经统整完了 爱莲说的内容探究了 我们就来进行写作手法的探讨吧 写作手法 写作手法指写作中 使作品更好的艺术表现方法 包括表达方式 修辞手法 表现手法等方面 柳逊妹妹啊 你觉得爱莲说 用菊花牡丹来衬托莲花的写作手法如何 博士哥哥 我觉得很好耶 我可以学习这个写作技巧吧 当然可以啊 我们就来一步一步学习吧 好 我们先来看这道题目 爱莲说曾提到三种花卉 当中哪一种属于主要的花 哪两种又属于次要的花 有衬托的作用呢 柳逊妹妹你来回答看看 作者呢 应该是用菊花 以及牡丹为次要的花 来衬托 莲花 莲花就是主要的花 成上题 用来衬托的两种花跟莲花有哪些近似或相伴的特征 并据此判断它们属于正秤还是反秤 把答案圈出来 我们先来看看正秤 柳逊妹妹你说说看什么叫正秤 正秤就是同样好或坏的事物被衬托的事物显得更好更坏有分主次 什么叫反秤呢 反秤就是一件好事物和另外一件坏事物 其他特色跟正秤一样 还有呢反秤一定是两个相反或相异的事物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菊花和牡丹 与莲花有近似或相反的特征吗 有的菊花跟莲花有近似的特征 颜色较不鲜艳 气味较单纯清香 反观牡丹呢跟莲花是相反的 它的颜色鲜艳香气浓郁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牡丹是反秤 而菊花呢是正秤 好成上题 文中呢先后三次用上述花卉做秤托 分别有什么作用 柳逊你说说看 以下呢是柳逊的想法 这三种花呢在我们的文章中有三次衬托 首先出现第一次是这一段文字 它的作用呢是要表现作者独爱莲 就是爱莲的与众不同 第二次呢又出现这三种花 它的作用呢是为了凸写莲花的品格 高于菊花和牡丹 第三次也出现这三种花 它的作用则是作者借以感叹式上 没有像他一样钟情于莲花的人啊 到此我们已经完成爱莲说全文同整额了 现在就让我们来回顾本片学习重点 爱莲说全文同整额的学习重点如下 一内容探究二 二写作技巧 以上是本片的学习重点 柳旭妹妹啊 我们把爱莲说内容同整额结束咯 接着我们下一片再来进行内容同整三 好的柳旭再次跟大家道别咯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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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